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近期因美联储降息而引发的股市狂潮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这一消息下不断飙升 创下历史新高 收盘达到5713.64点 让人惊叹不已 随着特斯拉 苹果和英伟达等科技巨头的股价上涨 市场情绪高涨 投资者们纷纷涌入股市 推动了纳斯达克指数 也迎来了2024年最佳交易日之一 然而 降息虽然带来了短期的繁荣 但市场的长期走势仍需谨慎观察 特别是在9月这个传统上股市表现不佳的月份 大家需要保持警惕 此外 还有一些公司如FedEx的股价 则因预期不佳而下跌 这提醒我们 市场并非一片光明 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以及未来的市场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股市分析 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美联储降息对股市的影响 以及市场在这一消息之后的表现 首先 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次美联储降息的背景和影响 根据Nike Asia和路透社的报道 美联储在周四宣布将利率下调50个基点 并表示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降息 这一消息引发了市场的热情 标准普尔500指数 在当天飙升至历史新高 收盘时达到5713.6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了2.5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26% 均创下历史新高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宣布降息时表示 美国经济依然强劲 通胀控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降息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降低借贷成本并增强市场信心 D.A.Davidson的财富管理研究主任詹姆斯 拉根认为 美联储的这一决定 反映了对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 从而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股市 在股市中科技股明显受益于降息的利好消息 特斯拉的股价上涨超过7% 苹果和Meta Platforms的股价 也各自上涨了近4%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 NVIDIA的股价上升了4% 进一步推动了PHLX半导体指数的4.3%的增长 降息降低了借贷成本 使得这些高成长性公司的股票更加具有吸引力 不仅如此 小型股指数罗素2000也上涨了2.1% 较低的利率提高了这些公司的盈利前景 标普500的11个行业指数中 有8个出现了上涨 其中信息技术领域上涨了3.08% 消费品领域上涨了2.2% 然而在扩展交易中 FedEx的股价下跌了10% 因为该公司下调了2025财年的收入预期 再来看一下纳斯达克的表现 根据CNBC的报道 这次降息让纳斯达克迎来了2024年最好的交易日之一 特斯拉的股价上涨了7.4% NVIDIA则上涨了4% 使得纳斯达克指数上升了2.5% 科技股的强劲表现 不仅仅是因为降息降低了借贷成本 还因为投资者对未来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预期更加乐观 英伟达的处理器 推动了生成使人工智能的繁荣 特别是支持像OpenAI的ChadGPT这样的服务 英伟达的股价在今年上涨了约138% 尽管目前仍比6月创下的历史高点低了13% 其他芯片制造商如超微 AMD和博通 Broadcom也在周四分别上涨了5.7%和3.9% 在采访中超微的首席执行官苏兹峰表示 人工智能是一场漫长的战役 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 他强调科技趋势需要数年时间来发展 而不是几个月 降息被视为另一个潜在的利好消息 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科技股的信心 除了科技股 传统行业也受益于降息 根据ABC News的报道 降息刺激了消费和投资 零售业和其他传统行业的公司的股价也有所上升 一些零售连锁店的CEO表示 降息将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 他们计划推出更多的促销活动 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然而 尽管市场看起来一片繁荣 分析师们提醒投资者 降息带来了短期的利好 但长期来看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仍需关注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 投资者应保持谨慎 做好风险管理 从不同角度分析 美联储的降息决策 无疑对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 降息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 通过降低借贷成本 企业和个人可以更便捷地获得资金 从而促进消费和投资 这对整体经济的复苏是有利的 其次 从股市的角度看 降息对不同板块的影响也是各异的 科技股 往往在降息周期中表现优异 而对一些运营成本较高的小型企业来说 降息降低了运营成本 提高了盈利前景 最后 从全球市场的角度看 美联储的降息决策 不仅影响了美国市场 也带动了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 随着美国股市的上涨 其他国家的股市也受到了正面的影响 投资者的信心得到了增强 总的来说 美联储的这次降息 在短期内为股市带来了显著的利好 推动主要指数 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 投资者在享受这波涨势的同时 也需要关注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和潜在的风险 未来 随着更多经济数据的公布 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市场可能会经历新的波动 因此 理智投资 谨慎决策 依然是每一位投资者的必修课 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联储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在近期宣布降息50个基点 这是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降息 此举旨在刺激经济增长 并增强对通胀的信心 消息一出 全球市场立即对这一消息 做出了积极响应 特别是标普500 纳斯达克和道琼斯指数等主要股指 纷纷创下历史新高 标普500指数 S&P500在美联储降息后 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收盘点位 5713.64点 标普500指数是美国股市中 最具代表性的股指之一 包含了50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 其表现被广泛视为 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晴雨表 这一消息不仅推动了 标普500指数的大幅上涨 还对其他主要股指 如纳斯达克和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产生了同样的积极影响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 成为2024年迄今为止 表现最好的交易日之一 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也上涨了1.26% 科技股在这次市场反弹中 表现尤为突出 特斯拉、苹果、Meta 前Facebook以及NVIDIA等科技巨头 都取得了显著的增幅 特斯拉股价上涨了7.4% NVIDIA上涨了4% 苹果和Meta的股价也上涨了近4% NVIDIA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 其股价的上涨还推动了 PHLX半导体指数上涨4.3% 此外 降息也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增长 例如小型股指数罗素2000上涨了2.1% 反映了低利率环境下 中小企业运营成本的降低和利润前景的提升 Evercore ISI的数据显示 自1970年以来 标普500指数在降息周期的首次降息后的6个月内 平均增幅达到14%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9月通常是美国股市表现不佳的月份 自1928年以来 标普500指数在9月的平均损失为1.2% 全球市场的反应也非常积极 美联储的降息决策不仅刺激了美国国内市场 也间接推动了全球其他主要市场的上涨 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 然而 在市场普遍看好降息带来的短期利好的同时 分析师们提醒投资者仍需谨慎 降息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和股市上涨 但长期来看 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 仍然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 美联储的降息政策 在短期内成功提振了市场信心 推动了主要股指 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 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仍需依赖于更为广泛的经济基础和政策支持 投资者在享受市场上涨带来的收益时 也应保持警觉 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和风险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